接下来就是不结法无我,是二圣第四个理由,这二圣人没有办法结诸法空无自信,法无我就是一切法无我,没有内外,简单讲从克力为尘,一直到山河大地,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一切法万法都空无自信,就是无我。 这个神啊,二圣人啊,神啊,由于居住在海,居住在分断生死啊,分断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的色神啊,不离分断生死啊,所以佛才方便说有三圣的赤地,但是三圣的赤地,其实是为了让你入一佛圣。 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段贯穿一下,说大会白佛眼,这四尊何苦说三圣,而不说一圣,有四种原因,佛告大会,因为三圣人没有这个能力,一,不能智节正的大不捏盘法,大不捏盘法,生死就是捏盘,二圣人没有这个能力,佛不为一切身为圆解法,一圣的佛,一圣法。 第二,第二个原因是,以一切身为圆解,是如来所调伏的,受给他暂时的方便寂静,出三界而得解脱,不是以自己的人力,有办法证得佛的自己的圣志的能力,事故不说一佛圣。 第三个原因是,复持大会,我无量皆来,无始无明,烦恼,藏业习气不断。 因为这种藏业习气不断,一切身为圆解只断,见世而获,一直留这个根本无明过,所以不为说,一言不记足,不为说一切,身为圆解一佛圣。 第四个理由是,第四个原因是说,二圣呢,不了解,一切万法,空无自信。 而这个设身,有记住在分断生死,所以因为他不离分断生死,所以佛才方便说,一有三圣。 主事啊,何故说三圣呢,而不说圣,而不说一圣呢,大会之意为,一佛圣,是以等式一切法,一切众生,为最高的极者。 那么如来,何故以往,以往,只说三圣,而不为说圣文圆解说一圣法,就不治波涅槃法。 治,就是治正,治解所谓的波涅槃法者,为结了生死,就是涅槃之无上,大涅槃法,并非为有能其所举之二圣取向,涅槃法。 不说一切,圣文圆解,一圣,不说是不为之说。 此为,因此不为说,而令一切圣文圆解得为一圣法。 此基为道章记,其次第十位,不为一切,圣文圆解说一圣之法。 那么在印欧语文当中呢,说,说字可以有两个受识,直接受识就是一圣,以间接受识就是一圣, 圣文圆解,圣文圆解。 那么这个动词,就称为受语动词。 Dictive verse。 由佛之所以不说一圣,而说,所以不说一圣,而说三圣者,以一圣道来顿教门。 而二圣乃顿根人,须以方便见识而修。 故不能一时即为之说,须带实,须带基数方说。 故之不说者,非究竟不说,就带实而已。 以二圣,皆当作佛,又如来不识一切众生,可何况二圣之人。 如来调伏,受极尽方便而得解脱。 为二圣人,皆为如来之所调伏,而后方受以令身心,即尽之方便法门, 以之修行而得偏解脱。 世故二圣之解脱,为赐福身心,令即止不期,为之解脱。 非以自己力,非以其自己自正之自觉,圣之之力,而正一切解脱。 烦恼藏业习气不断固。 烦恼藏业习气,也就是无名习气。 一切身为言结,但断,见识而获,而无名获。 无名烦恼业障之习气,全在,而仍无法断除。 因为太为气,其子所以不断除者以二圣之人,得少为主。 难得偏正之捏盘,以为满足。 就像一个人,小学生,考的六十分,他自己很满足。 不知道后面还有一百分呢? 不愿意更上上欺净呢? 而以所正之少分,便以成功至极,而单以无为。 此一化成,世故二圣之不断除无名习气者, 不是不能,而是尚未发先。 唯有发大愿,去求旧敬觉的菩萨摩赫萨, 防能心无厌足。 所以,告诉大家,要发菩提心,要修福修慧, 就是这个意思。 而断除一切无名习气,心无所住, 一直知其无上道觉。 不解法物,不理分断时,故说三圣,这是总说。 但说三圣,不说一圣,这是最主要原因。 因为二圣,但除我之,而不能解了法物, 答以法空,去法之。 七百零二页,因而谁断,见世烦恼,而由生,而由生即分断生时, 为名便义,故其为离分断生时, 事故如此,维持小机制的呢,先说三圣, 待机而说一圣。 义冠,说大会白佛言, 世尊,以往何故,只说三圣, 而不单刀之路,所以究竟一佛圣之宗旨。 为什么?佛告大会,所以不为说一圣的原因, 有四种原因。 一则,一,生文元节根基不足。 不能自觉聊生时及捏盘, 足无上大不捏盘法。 因此如来, 战不为众,先说,而另一切, 生文元节得闻究竟一圣之道。 不是不说, 是因为根气不够。 二则,一,一,生文元节, 皆惜由如来。 调伏后,方受以令身心即进之种种方便法, 方便就是不究竟。 以止修行,令身心暂时即止,而得偏解脱。 因为正德空性,叫偏空,叫做解脱。 故其所得之解脱,并非以其至极,至极, 甚至之究竟,三面之力。 正德无福无托之一切解脱。 是故不为之净, 说一, 圣, 净就是直接。 因为二圣人还没有到这个因缘, 因为没有至极, 甚至的功夫。 接下来, 父侍大会, 三者一诸二圣人, 但断尽恶祸, 而无名烦恼仗之夜习气, 无名祸全债。 人不断除故, 事故暂度为说, 而令一切身闻圆解, 一时皆闻究竟一圣之职, 是这一二圣人, 但主我之善不能接了法无我。 答以法空, 因而彼虽断, 见识烦恼, 然身犹疾分断, 为名便义, 故不离分断生死。 如来, 未化此小鸡之人, 故先为之所三圣, 待基守候, 然后未处一圣, 令真, 究竟, 真, 就是达到。 说大会, 彼虽一切起烦恼, 过习气断, 即觉法无我, 彼一切起烦恼, 过习气断, 三味乐, 未着飞行, 无漏界界, 皆以附入出世间, 上上无漏界, 满足重据, 当得如来, 不失意, 自在法胜。 所以大会, 彼, 彼就是指二圣人, 彼二圣人, 怎么样, 诸一切起, 就是起现行, 起现行烦恼, 这种罪过, 还有这个恶见, 起罪过, 还有恶习气, 解戏断除。 解戏断除。 解戏断除, 因为这一段, 是叫你回小向大的生论, 当得做佛, 要修福慧, 要祭足。 就比二圣人, 做一切现行的这个习气, 过恶, 解戏断除, 以及除了解人物我以外, 还有觉悟了万法, 空无自行的法无, 有觉法无, 不只是解人物我, 还觉悟到法无我。 比一切起烦恼, 过习气断, 这个就不得了, 起过恶, 还有连同习气, 统统断除。 也了悟了, 那个灭受想定的三昧乐, 这个未早知道怎么样, 空无自行, 非信, 就是现在是回小向大的生文, 那个三昧, 睡无微床啊, 对不对? 成空至极, 睡无微床啊, 就是这个。 但是现在呢, 二圣人也了悟了, 这个空无自行, 非有信, 非信就是非有实自行, 意思就是, 能使三昧那个未早, 对三昧的未啊, 很执着。 也就是啊, 而圣人的灭受想那个三昧, 那个乐啊, 未早, 未早就是执着那种禅定啊, 哎呀, 太好了, 不想起作用, 不想度众生啊, 非信, 那么回小向大的二圣人发现, 这个仍然是空无自行, 非有实自行, 就能使小向大了, 回小向大, 能使三昧的未早, 怎么样? 无肉节节, 对于暂时佛的过渡时期, 说考六十分啊, 就可以了, 那个就是佛啊, 对二圣人暂时所设定的, 你考六十分就即可, 你正的仍物就可以, 但是这是过渡时期, 不是究竟这个无肉之节, 什么无肉之节呢? 意思就是说, 那么, 对于啊, 佛陀所暂时设定的无肉节, 出三界的二圣人之觉啊, 这个意思就是, 贪爱其灭的境界, 就是有肉, 还不究竟就是有肉, 对二圣人, 二圣人对凡夫来讲, 二圣人是无肉, 可是二圣人对佛陀的自觉甚至来讲, 他还是有肉, 不究竟这个时候啊, 知道啊, 无肉节是执着, 接悟了, 不可以再执着, 这个啊, 过渡时期的, 拳脚方便的, 捏盘的境界, 对无肉节是暂时的, 结疑, 悟到了法性, 进入了真路, 入十报庄严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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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入, 复入就是说, 来到人间度众生啊, 出世间, 出世间就是能利他, 结疑, 复入, 这个是能智利, 出一世间, 能利他, 可以随内现行啊, 事先生, 事先灭啊, 度足有情啊, 上上的真无肉节, 上上品的真无肉节, 一地一地的往上, 上上的真无肉节当中, 修诸功德, 所以在这里有个重大的取势, 修福, 福德, 还有智慧, 你看看, 哪一个修学福道的人, 可以, 只有礼物, 而坏了事修,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 所以, 任何一件善事, 因缘继续, 你统统要去做, 所以推广正法, 以有缘的出,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时间的出时间, 有空间的出空间, 如果你想利益众生, 就帮你听见文法, 你的经典技术, 我就把它做一下笔记, 铺上网, 就可以救很多的众生, 有时候, 人的一辈子, 一气化就可以改变它, 这个就是推广正法, 这上上的真无论技术当中, 修足功德, 满足, 重福德, 还有智慧具足, 当得如来, 当得如来, 福慧, 还有智, 福德智慧, 两种庄严具足, 当得如来, 不适宜自在法身, 为什么讲自在法身呢? 无障无碍吗? 习气也断吗? 无法二知也断吗? 能所心, 就不可得, 而且又肯誓修, 无善不修, 无恶不断, 无善不修, 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善, 它都修, 何况推广正法。 正记把它贯穿一下, 说大会, 比二圣人, 诸一切啊, 然后起这个现行的烦恼, 过恶习气都断了, 也可以回小向大, 修断了人物, 还有法物, 集结法物, 不但结悟了人物, 还结悟了法物。 彼切其烦恼过恶, 这习气断了, 同时也不会执着, 灭受想定那种杀魅的捏盘境界, 不会未着以这种灭受想定的境界, 因为他二圣人开始了悟了, 回小向大, 当着作佛, 聊这些, 灭受想定的三昧, 未着是不对的, 因为他非有自信, 所以能舍离三昧的执着。 对于佛暂时设定的无路界, 有接悟了, 这些仍然是一种执着。 不曉得那是过渡时期, 现在知道了, 无路界的暂时的全巧的过渡时期, 这个贪爱, 极灭的境界, 又变成有路, 又变成有路, 觉悟的自立, 然后附入也能自立。 觉悟, 结疑, 就是结疑, 已经正得法身了。 附入, 就是怎么样? 能入时报庄严徒的法性身, 同时也能够入于, 怎么样? 出于世间, 超三界出于世间, 随类现行, 四身四面, 度主有情, 能立卡。 这样, 透过理政, 再接着四修, 记住, 万法一定要四修, 才能够上上, 真无路界中, 修足功德, 满足, 重就是重福德, 以智慧俱足。 所以你没有四修, 你不可能满足, 重具的, 福德, 智慧俱足。 当得如来, 不思议, 自在法身。 就是, 比诸一切, 起烦恼, 过耳气断。 比, 就是恶圣人。 起烦恼, 就现行烦恼。 为, 若比恶圣人, 将, 能将一切起现行, 之烦恼, 过耳气, 皆是断除, 上面乐, 未着, 非信, 皆是对三妹乐之未着, 实非有自信, 乃是违心望线, 如是了之, 所以能立即舍利如是贪着, 也就是不贪着, 小生的涅槃境界的意思。 三妹, 只灭受想定。 无漏, 无漏解, 无漏解解, 而对无漏解之执觉, 便得觉悟以灭受想定, 为无漏定, 故其境界为无漏定。 漏则烦恼, 只见识之出烦恼, 而灭受想定, 能自止, 见识令不起。 诸位, 能不能弃如有漏, 现在就看这里, 你现在的功夫, 你现在境界现前了, 家里种种的变故, 你一样能如如不斗, 你弃如无漏的思想。 你今天随便一点点境界变苦啊, 家人发生不幸啊, 财神被骗啊, 乃至什么, 哇, 你人快去死掉了, 动念啊, 那表示你身存在有漏, 有漏。 诸位, 你想要弃如无漏吗? 不要把生活搞得太复杂, 不要把生活搞得太复杂, 才能弃如无漏。 没有一个正如无漏的圣人, 会变成把自己搞得很复杂。 不会的。 啊, 非是, 所以啊, 这个, 恶圣人啊, 这个无漏啊, 不是佛的无漏, 以贪爱极灭的境界, 是暂时无漏, 非究竟无漏, 就是漏。 对佛来讲, 这是漏, 上上无漏界, 满足众俱, 而以上上之真无漏界中, 修诸功德, 满足诸大雁贤, 众俱是指福得智慧, 两种庄严俱足, 一贯。 七百零事业, 所大会, 若比二圣人将诸一切, 能起现行烦恼过耳之习气, 皆继断除, 即除了人无我之外, 又能截了法无我之子, 彼于二十, 便能令一切, 起现行之烦恼过耳之习气, 继继究竟断除, 断除以, 即能截之, 其灭受想。 三昧乐之未早, 非有是自信, 乃是唯心梦想, 如是了之, 便能立即, 立以三昧乐早, 以了之无性故, 对前色之无漏界, 之执着, 便得觉悟。 结无一路实暴徒, 得法性生, 附入处于世间, 随内现行, 是身是灭, 度足有情, 而一上上之真, 无漏界中, 修足功德, 至一切满足, 众福德智慧, 智慧二元具足, 至上品提光, 当正的如来, 不思议之自在法身。 全论, 这一段词说, 自小入大, 回小向大, 身闻当作佛, 即是显说, 究竟一圣之职, 该一圣者, 为唯有此一圣为死, 予即非死。 所以, 终究三圣, 皆入于一圣, 如中川入海等同一位, 此为究竟一圣之义, 因此此皆经文, 未在表明, 即前即时, 前者, 则是过度时期, 该以未断无名习气, 未达法无我的道理, 所以成功至极, 未涅槃乐, 顾名身闻, 竟然断笔习气, 且法无我, 了之空极无性, 便当下顿礼, 所以修行就在当下。 现在你自己衡量看看, 放得下放不下, 究竟一没有东西, 也不叫做放下, 放不下, 在当下顿礼, 这个礼, 还是对凡夫讲的, 佛哪有东西可以礼啊? 有东西可以礼, 就站在相的角度, 佛还有东西可以礼吗? 而法无路至, 也就是妙性天然, 解无路界, 解以正法性身, 法性身就是平等心所显的, 叫做法性身, 为什么呢? 法性身就是空性, 究竟平等, 叫做法性身。 谁立现行, 世身是灭, 独头有情, 带正上品无路极光, 被以具妙言, 原成果德, 其以正德如来之无上捏盘, 得不失意自在法性, 因此大小圣能, 皆当作佛, 终无差别, 事故名为一佛圣。 而十四尊义重新此意, 而说巨远, 诸天即凡圣, 神闻元节圣, 诸佛如来圣, 我说此诸圣, 乃至有心转, 诸圣非究竟, 若比心灭尽, 无圣即圣者, 无有圣见利, 我说唯一圣。 而十四尊义重新此意, 而说巨远, 诸天就是天圣, 以及犯圣, 修犯恨的这些, 天人修犯圣, 圣文圣, 圆节圣, 这讲起来有好多圣, 诸佛如来的一圣, 我说此诸圣, 圣就像车子从此岸, 可以坐车子达到彼岸, 叫做圣, 这些都是佛方便说, 如果我们乃至有心转, 如果有一念心动, 诸佛, 诸圣非究竟, 这样, 如果有一念心动, 就算是佛圣, 也不是究竟, 佛圣是究竟的, 何况, 还有什么, 一圣, 二圣, 三圣, 四圣, 唯有一佛圣, 无二一无三, 除佛方便说呀, 所有的圣, 通通叫你入于究竟的佛道, 就于究竟的佛道, 乃至有心转, 转着去转动,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动一个念头, 找一个佛圣, 那么这个就是不究竟, 就是诸圣, 非究竟, 乃至有心就是有这个念头, 令心动一个念头, 找一个任何一个圣, 就是找佛圣, 通通不究竟, 若比一切分别, 心就是心量, 灭就是灭切, 灭除, 如果你把一切的分别心, 无所谓一圣, 二圣, 三圣, 五圣, 不存在这些数量, 若比一切分别的心量, 都灭尽无疑, 达到凡圣情妄的境界, 无圣就是无所圣, 不分别一圣, 二圣, 三圣, 五圣, 佛圣, 三圣, 通通没有, 无所圣之法, 以及能圣之人, 因为万法空无自信, 就是究竟平等, 哪里有12345678的圣呢? 无有诸圣的差别之建立, 意思就是, 无有诸圣差别, 或者是一圣法门的建立, 一是对三讲的, 一圣对三圣讲的, 三圣对一圣讲的, 也没有这种一跟三的差别, 一圣跟三圣的差别的建立, 连这个一圣的圣性, 一明一念不生, 连找一个我修一佛圣, 都不可以, 一念不生, 我说, 这个就是真正的一圣, 一圣就是真正的真乳, 把它贯穿一下, 说, 而是世尊亦从先词亦, 而是居远, 诸天圣, 以及梵圣, 身份圣, 圆节圣, 还有诸佛如来的一圣, 我说, 是这些圣, 只是方便说, 如果动一个念头, 哪个一个念头, 一个转动, 就算找一个, 找有佛圣, 也不是救星, 诸圣, 只是方便说, 并不究竟, 找一个佛圣, 又就是不究竟, 如果能够比一切修行人, 分别的信量, 这一圣三圣, 统统放下灭尽无疑, 达到凡圣情况的境界, 无圣, 无所圣之法, 以及能圣之人, 无有诸圣的差别之建立, 无有诸圣的差别, 或者是一圣法门的建立, 统统没有, 连圣性亦不可得, 一念不生, 我说, 这个就是究竟的一圣, 这个就是究竟的一佛圣, 注释啊, 我说持诸圣, 我为一切众生言, 说持诸圣, 乃至有心转, 诸圣非究竟, 转就是起, 就是动, 为若有一念心动, 所以佛圣亦非究竟, 而况于圣乎, 复赐诸圣之所以为究竟者, 以其为离凡圣情量之故, 何以故, 若见有凡可转, 有圣可真, 重得菩提亦非究竟, 所以说乃至有心转, 诸圣非究竟, 若比心灭尽, 若比一切分别之心量都灭尽, 达到凡圣, 情妄之境界, 无圣即圣者, 圣就是所成之法, 圣者能成之人, 无所成之法, 以及能成之人, 能所, 既即即, 无有圣见力, 我所为一圣, 乃至无有诸圣差别, 或一圣法门之见力, 乘境一明一念不生, 我说, 此无圣之圣, 名为一圣, 其实佛都是要你相对能所, 弃路绝对, 弃路绝对, 任何动道的念头, 他就是有能所, 有能所就是弃路, 干干净净, 清清明明的那面, 心的镜子, 对不对, 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啊, 我们六祖讲啊,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能所的, 所以五祖把这个一波, 传给这个六祖, 一观二十四尊, 亦以重宣此一言, 而说俱缘, 诸天圣及泛圣, 身魂圆结圣, 其诸佛如来之一圣, 凡此皆为我应大悲, 而为一切众生说始诸圣, 然而若乃至有一念心动, 转之一切诸圣, 连一佛圣在内, 一皆非究竟, 若比一切诸圣之分别心量, 都灭尽无以凡圣, 情况, 且了无所圣之法, 以及能圣之仁, 能所聚集, 乃至无有称名, 称相之简历, 黎明绝相, 那么称姓一名, 一念不生, 我所持, 无圣, 至圣, 名为一圣, 引导众生故, 分别说诸圣, 解脱有三种, 即以法无我, 烦恼, 智慧等解脱则远离, 譬如海浮墓, 长水波浪转, 身闻雨亦然, 像风所飘荡, 比起烦恼灭, 以起烦恼雨, 引导众生故, 意思就是诸圣, 虽然不究竟, 不是究竟, 但是如来, 以这个大悲心不失方便, 为了设受众生, 净除烦恼, 所以只好呢, 引导众生故, 师父也是这样学佛咯, 所以师父呢, 从年轻的时候, 慢慢慢慢慢慢讲, 慢慢慢慢引导引导, 引导到现在, 已经整个佛教, 有二三十年的基础性了, 就讲到最究竟了, 所以这个能结经, 是最究竟的第一地大空, 陈佛的临门一脚, 就是能切经, 就是能切经, 如果有人这辈子, 能够把能言经跟能切经, 好好地研读, 好好地体悟, 这个人一辈子的修行, 保证不会走错路, 你也不需要说旁边呢, 一定要说什么人在你旁边, 有的人呢, 住得很偏远啊, 你找不到道场可以亲近的, 找不到道场啊, 那现在的网站啊, 非常的方便, 有时候太忙碌了, 太忙碌了, 那么, 有一个大陆的居士啊, 跟我讲, 他说, 哎呀, 我们现在啊, 信佛需要钱, 我说, 不会吧, 他的意思是说, 某一些道场啊, 可能啊, 法会多还是怎么样子, 需要一些经费, 那我说, 我们不会这样子的, 在台湾哪有这样, 我们在文殊奖堂, 也没说什么门票, 当然时空不一样了, 大陆有大陆的立场, 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对啊, 他们开销大吧, 一建设就上百亿的, 我们没有啊, 我们就建了这个小道场, 我说你来文殊奖堂, 他一毛钱都没有啊, 那你要注意嫩眼睛啊, 点灯啊, 拔度啊, 那个都是你自己发心的, 似乎一辈子不会开口向人家, 啊, 要什么钱什么钱呢, 不会的, 为了赐寿, 以及引导众生雇啊, 才分别说诸三圣啊, 解脱有三种, 一个是空, 一个是无相, 一个是无愿, 三门清净皆非一啊, 三门啊, 就是一二三的三啊, 就是空门, 无相门, 无愿门, 无愿门, 无愿就是无所求了, 哎, 也就是一个人, 你要正的心中, 正的气路之三种, 佛的真理, 万法空相, 万法无相, 万法无诉求, 啊, 那么就能够, 其法无我, 这样子, 能够有空, 无相, 无愿, 还有正道, 法无我, 那么就能够进出烦恼障, 智慧障就是所知障, 哎, 意思就是所知, 会障害我们的智慧, 所以烦恼障, 啊, 烦恼停一下, 烦恼障, 智慧就是所知障, 啊, 那可以禁除, 烦恼障还有智慧障, 智慧障就是所知障啊, 如果就, 若究竟无上, 这解脱, 就会远离三圣, 连一圣都不存在, 哪里有三圣呢? 啊, 因为二圣人啊, 还没有断根本无名, 啊, 啊, 就像啊, 大海中的浮沫, 这个浮沫是什么? 就正得空性啊, 暂时啊, 浮一下, 没有沉沦三界, 啊, 浮沫是什么? 暂时啊, 就你一下, 给你依靠一下, 长水波浪转, 因为他沉空至极啊, 睡无尾床啊, 所以啊, 长水波浪转, 因为转就是还没办法大用现前咯, 那么声闻欲亦然, 这声闻啊, 圆解这二圣啊, 欲, 在佛来的角度来讲, 这仍然是一种欲吃行, 只有佛才能达到究竟, 啊, 这声闻呢, 欲亦者也是这样子, 就像啊, 啊, 大海飘了一颗浮沫, 暂时抓住, 啊, 啊, 那么二圣人呢, 暂时抓到一个方便的泥盘, 为什么呢? 啊, 这讲, 二圣人呢, 成空至极, 像, 上面补一个字, 空向, 风就是大风, 空向的大风啊, 所飘荡,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制作这个是死之不放, 你叫他成就无上, 正等正解, 那不干, 所以空向的大风啊, 漂流, 抓到那根浮沫啊, 能活下来就好啊, 啊, 比这个二圣人呢, 比这个二圣人呢, 啊, 起烦恼灭, 也就是现行烦恼灭, 意思就是, 比二圣人呢, 有办法灭这个现行烦恼, 断见识祸, 但是呢, 没办法断什么, 于席烦恼, 于席还剩下一些无名, 这个根本的, 啊, 于席, 习气跟种子呢, 无名的习气跟种子, 这根本无名, 还在, 出货能断, 现行的, 见识二货能断, 识的根本无名, 还在, 维席都没办法, 所以就是, 于席的维席习气, 于, 为于席无名, 烦恼, 所于弄, 于, 就是所, 所于弄, 意思就是, 仍然断不了, 那整段贯穿一下, 意思就是, 诸圣, 虽然呢, 不是究竟之宗子, 但是, 如来以大悲心, 为了释受这些, 还没有, 啊, 发大菩提心的众生, 为了引导众生故, 才分别说, 有三圣, 那这三圣呢, 解脱的思想, 不怪乎, 空, 无相, 无厌, 这三种思想, 同时呢, 进一步的, 啊, 然后证得法无我, 那因为啊, 啊, 有了一点点啊, 啊, 空向法无我的思想, 所以能够进出烦恼障, 啊, 还有所知障, 如果究竟啊, 正在无上的大波涅槃, 那么解脱, 这远离所无所谓的一圣, 三圣, 没有, 远离就是远离一跟三, 远离一圣跟三圣, 这远离, 没有那个圣的对立, 接下来是指二圣人, 这个二圣人啊, 因为没有断无名, 啊, 就像大海啊, 浮出了一根浮墓, 就抓住不放了, 这二圣人也是一样, 抓住了一根浮墓, 一直就随着这个波浪, 一直转动, 一直转动, 意思就是十字啊, 偏空捏盘, 抓着这个境界不放, 就是随啊, 藏随啊, 空向的波浪一直转动, 停不下来, 神文玉也是这样子, 被空向的大风, 所飘荡, 二圣人呈空至极, 睡无为床啊, 然后, 逼二圣人起烦恼, 起现行烦恼, 是能断的, 这是粗糙的, 但是对于维系的无名烦恼, 根本还是没办法, 那被于习烦恼所欲, 欲就是欲弄, 还是拿它没办法, 注释, 解脱有三种, 如来为众生说解脱有空, 无相无厌三种, 称三解脱门, 即法无我, 法无我为人法, 二种无我之结文, 烦恼智慧等, 也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 智慧就是智慧障, 也就是所知障了, 解脱于远离, 若得究竟无上解脱, 则皆远离如是一切诸法, 以上, 言诸圣虽非究竟, 而佛也说的原因, 是为引导众生虽广说三圣, 三种解脱, 二种无我, 即与敬恶恼, 以显真志, 凡此皆是佛之, 随他异于, 本非实法, 但你顿根之人, 只为实有, 为法所福, 不得究竟自在, 若是上上击, 顿见一切, 皆是自行限量, 当下, 脱体无一, 回事, 全说如梦中物。 一从梦结, 凡有皆理, 所以佛说, 解脱之远离, 向风所飘荡, 向风为空向之大风, 也就是所谓, 二圣能成空至极, 不能至极, 有没有这个能力, 不能至极, 就是不能控制, 故说是为空向大风之所飘荡, 因为没有至极圣智啊, 佛的这个大用啊, 现前都没有。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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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灭, 于其烦恼意, 于就是有余, 其就是习气, 于其就是剩下这些无名啊, 或者根本无名啊, 为二圣人, 仍为根本无名, 习气之烦恼所余, 于其仍有, 于其未断, 故其所居, 名为方便有余途, 方便有余途, 叫之不究竟, 一贯, 708, 诸圣虽非究竟之子, 然如来义以慈悲, 为射受引导诸众生故, 而分别为之广说诸圣之法, 以及说解脱有空, 无相无焉三种, 即为之说人, 法二种无我, 以及说净烦恼战, 以及智慧战, 所之战等, 从中方便法门, 若得究竟无上之解脱, 这皆远离都是一切诸法, 而甚未断无名流, 也就是譬如海中之呼目, 藏水者波浪转, 身闻人之于此不悟亦然, 贪遭击灭, 常为空向之大风所飘荡, 不能至极, 彼彼能起现行之烦恼, 虽已灭, 然而仍有余习, 也就是根本无名的习气, 无名烦恼之所欲, 为遭三昧乐, 安住无肉戒, 无有究竟去, 亦付不退还, 得诸三昧生, 乃至绝不绝, 譬如昏罪人, 酒消然后绝, 彼觉法亦然, 得佛无上身。 这个二圣人, 因为味着就像一个人吃的东西, 哎呀, 那个味道好, 这个味道他呀, 吃的这个素菜, 哇, 这个素菜煮得真好, 就变成一种执着, 这二圣人以味着三昧的乐, 因为指着这个, 他现在的方便的涅槃, 味着三昧的乐, 断了间世霍, 一次就安住在那种无肉戒里面, 那个是佛暂时的一个全色的, 不知道, 断了间世霍, 暂时佛所设置的, 安住在全角方便的无肉戒, 事实上是有肉, 因为只有灭受想啊, 那见世霍即灭, 那一种无肉, 无肉定, 无有, 究竟去, 因为啊, 没有, 最上圣的, 究竟自觉圣去, 圣去就是圣, 自觉圣去之心, 也就是不趋向, 没有, 往上, 上上, 推进的, 究竟自觉, 圣去之心, 也就是不发大心的意思了, 不发大心的意思, 亦父不退还, 也不会退堕, 为凡夫, 也不堕入三界六道轮回, 然以其, 以得得, 诸三密生, 乃至, 结不绝, 乃至经过成天结, 太久太久, 也不能觉悟, 意思就是, 哎呀, 这种享乐太好了, 就是安于现况了, 叫我得到无上正等之心, 我现在没有六道轮回就行了, 考六十分就够用了, 考那么高干什么呢? 乃至啊, 解禁了, 怎么样? 也不能, 觉悟这个涅槃的法, 法无我的究竟真理啊, 不解就是, 不解的法无我的究竟真理啊, 没办法, 能从这个二圣人的涅槃当中, 觉悟了法无我究竟真理, 然后做自立利他, 得法性生啊, 真真日上, 处十报庄严徒, 然后视线度众生, 他不干, 譬如婚罪人, 二圣人来饮其灭酒, 其灭, 饮这个二圣人的涅槃的酒, 睡无为床, 那正得了无为, 就是涅槃法, 譬如婚罪人, 譬如二圣人来, 饮其灭酒, 睡无为床, 一觉不行啊, 譬如婚罪人啊, 经过了, 季节啊, 沉迷了, 怎么样, 不起来, 醒不过来, 这个涅槃境界太好了, 在酒链消的时候啊, 经过了佛或者大菩萨给他鼓励, 你要发大菩提心哦, 你要起无上涅槃哦, 所以啊, 每一个啊, 台湾或大陆的, 这些法师居士来, 我都跟他们勉励, 你要发大菩提心, 要发, 啊, 广度众生的心, 要修无量的福德的心, 为什么呢? 这样他才能够啊, 从昏罪里面啊, 醒过来, 酒消, 然后结, 结就是渐渐结, 比结法一然, 比二圣人啊, 啊, 这个结到, 结悟到, 知觉到这个法, 一切法无我的智慧啊, 慢慢就醒过来了, 啊, 复然, 亦然就是, 也是这样子, 啊, 亦然就是说, 绝对不会再执着, 啊, 那个人无我, 现在啊, 进去到法无我了, 法无我了, 啊, 是, 比绝法一然, 比二圣人啊, 绝悟了, 了知了, 一切法无我, 啊, 也是这样, 啊, 不再执着, 法为实在的, 了无法, 空无自信, 当下, 就真的服务无上法身啊, 这一段呢, 在告诉你, 就是说, 只要有心人啊, 啊, 天下无难事啊, 天下无难事啊, 整体把它贯穿一下, 说, 二圣人啊, 以为着三昧啊, 指着他们呢, 方便的一个涅槃, 指断见尸或, 安住在前脚方面的无路界, 指灭受想, 见尸或, 极灭那种方便的无路境界, 啊, 啊, 而无有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自觉胜去, 取向之邪呢, 但是, 又不会退堕造, 凡夫的六道轮回, 难以其啊, 以得诸三昧生啊, 但是呢, 因为, 因极灭酒, 所以无为床, 所以乃至啊, 激进也醒不过来, 不能从虐巴里面, 去到法物的究竟真理, 比如啊, 婚罪人啊, 喝酒罪的人啊, 怎么样, 有一天呢, 经过了一点时间, 经过了佛菩萨, 再三地劝导, 这些恶神要回小巷的, 然后这个酒粒啊, 慢慢地消, 慢慢地除, 渐渐地醒了过来, 就发大菩提心, 成就无上佛道, 广度无量众生, 必觉知法, 依然, 这恶神呢, 开始觉悟到, 法无我, 一切法空无自信, 法无我也是这样子的, 给他一点时间, 在这里有个附带说明的, 从这个佛度众生, 你就有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因言不具足的时候, 他还不能入道, 最起码, 你不要做得让他毁谤, 如果你很积极地度他, 他因言根气度不够成熟, 那么, 你太激烈的时候, 他会反感, 所以度众生呢, 要看时间, 空间呢, 用善巧方便, 用智慧, 最起码, 你要做到, 让他不要毁谤三宝, 毁谤三宝会断众生的毁命, 所以, 因此, 这个度众生呢, 就得看你的时空, 面对的是哪一类的众生呢? 当真得佛无上的法身, 主事, 安安住无漏界, 安安住以灭受想, 见识或疾, 这全无漏境界, 无有究竟去, 亦付不退还, 甚至无有上求, 达于究竟的自觉圣体之心, 而也不会退多六到三界的凡夫, 乃至结不绝, 乃至结境, 还是想不过来, 比结法亦然, 结法, 结之法无我究竟之之, 为什么能成佛? 因为就是结悟空无自信, 万法一切法无我, 就是万法空无自信, 万法无信, 就是万法无我的意思。 诸位, 那你觉得万法无我,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 我们每天睡觉, 跟这个执着的人啊, 这个色身啊, 每天都睡在一起, 每天都眼睛睁开, 就是贪嗔痴, 那你现在开始觉得这个无印针, 带不走, 剩下一堆白骨, 在活化, 就剩下一堆骨灰, 对不对? 所以啊, 皆知啊, 法无我啊, 的究竟之志, 终生执着很严重的啊, 比如说, 我有一次在讲法的时候啊, 啊, 刚好, 碰到台风, 啊, 台风的时候, 我就想说, 菲律宾啊, 它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嘛, 那我想在讲经说法当中, 我想说, 哦, 我们现在, 啊, 台湾啊, 人很有善根大圣佛法嘛, 大家好好念佛做水路啊, 讲经说法, 修善根福德, 这个灾难会化解的, 啊, 啊, 那么这个我们祈求, 啊, 啊, 这个, 这个, 台风, 啊, 那就飘向菲律宾去吧, 结果有一次我跑到, 菲律宾去的时候, 被人家认出来, 就说, 啊, 师傅啊, 我都有听你的Casset啊, Casset就是录音带啊,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啊, 一二十年前的事啊, 被认出来了, 糟糕了, 你知道吗, 一个晚上认识了, 第二天叫多少, 叫两百多人来旅社啊, 两百多人, 啊, 糟糕了, 他们就是租那个旅社的一个会议厅, 师傅啊, 你今天从台湾难得来啊, 啊, 你无论如何要跟我们菲律宾的这些华人啊, 说说法, 哦, 奇怪啦, 连这个菲律宾天主教国家, 有这么多人在看师傅的法, 这个史料未及, 这个实在我没有想象到的, 啊,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所以你们have any questions,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再有一个棘手, 报告师傅, 你以后讲经说话, 千万不要讲台风啊, 飘到我们菲律宾来, 哎呀, 糟糕, 我这句话实在是讲是无心的, 不是故意的, 台风飘到哪里我怎么知道, 我只是随便讲, 里面那个是天主教国家, 我就发现了这个法不能乱讲, 两百多个人, 哇, 在菲律宾啊, 就直接就, 有一点啊, 问问题啦,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众生啊, 还是很执着那个像的, 就没有想到, 我讲的这个接近啊, 差不多啊, 十五年的时间啊, 十五年了, 以前的事情啊, 得佛无上身啊, 身闻缘解之人啊, 虽存空至极啊, 然也有成佛之事, 该恶生与佛啊, 信本无差, 但, 彼此法实有, 未空所福, 随随即灭酒, 随无微传, 昏昏如醉, 急急沉迷, 若一旦酒醒梦回, 未有不成佛者, 所以啊, 所终将得佛无上身。 一贯, 二圣人, 以未着, 灭受想三面之乐, 以其安住于见识机子之权, 无露界, 事故无有上求, 达以究竟的智杰盛气之心。 恶义父, 不退还于三界, 成为凡夫, 然以其以德诸三面生, 故乃至接近, 也不能从年旁乐中绝了, 虽然不解, 然而, 譬如, 饮酒, 昏醉之人, 待酒力, 消退之死, 然后, 即得悠悠之行, 比二圣人, 觉之法无我, 究竟之志, 不复之法, 为时亦然, 待其以绝后, 亦当正得, 佛之无上法身。 那么我们今天, 设定的, 就是第四套, 到这里, 能切, 阿伯多罗, 经见一贯, 见二, 宗, 宗就是一个段落。 所以要耽搁大家一点时间, 我们预计七月底就可以讲完。 下个礼拜二十五、二十六, 我们已经准备节下安居了, 节下安居了, 我们继续上课, 每一天呢, 进度是三十个配置, 三十个配置, 以此为原则,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小斋在座诸位法师, 小斋在座诸位护法, 及时大德, 回向本讲堂, 小斋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 回向南头仰德山师那姑他一切亡灵, 回向花莲福星师那姑他一切亡灵,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仁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依报生同生极乐果,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生, 不对菩萨为伴侣。 好, 我们今天上课到此为止,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文书讲堂。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